既然我們也剛剛好要來刷時空歪曲 順便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時空歪曲的設定 這個時空歪曲呢是在玩家遊戲在第一章節 打那個皮膚螳螂後半段的時候就可以觸發 拉本博士跟小趙就會跟你講說 在喜翠地區的各地會隨機出現這個時空歪曲的現象 當玩家在探索的過程之中 該冒險區域如果有出現時空歪曲 遊戲的UI介面的中央上方就會出現一個通知 然後玩家按下這個減號鍵 在地圖上會出現一個類似颱風旋風的圖示 你可以利用旗幟按下A鍵 畫面之中就可以知道是在哪個方向距離多遠 來協助你導航前往 發生時空歪曲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Overworld的遊戲視角之下 你可以看到一個半圓形的異空間出現在地圖之上 你走進去 在裡面呢會出現大量很值錢的稀有道具 就像剛剛給大家看到的 電力征服器 星星沙子 金珠之類的 裡面還有很多具有侵略性兇猛強力的寶可夢 那最重要的是呢 只會出現在時空歪曲裡面 時空歪曲限定的稀有寶可夢 這些寶可夢啦 你沒有辦法在喜翠地區的任何其他地方去遭遇捕捉 所以說如果你的時間許可 當前腰包的道具裝備 還有隊伍 寶可夢隊伍的戰力許可的話 是相當建議你在冒險的過程中 如果有去看到它 都不要去錯過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機制怎麼觸發的 Dataminer有挖掘出 關於時空歪曲詳細的資料 大家就可以了解說 為什麼我刷了很久都等不到 感謝阿努比斯 他這邊有一個表啦 當玩家進入到一張新的地圖 也就是從住慶村來到該冒險區域 例如說這裡是紅蓮濕地 時空歪曲它有一個計時表 它會從0.0分開始計時 當玩家待在這一張地圖越久 你出現時空歪曲的機率就越大 時空歪曲只會當玩家 待在這個冒險區域達 5分鐘 10分鐘 15分鐘 25分鐘 40分鐘的時候才會出現 這幾個時間點 如果沒有出現時空歪曲的話 系統就會按照你在這邊的時間逐漸增加 接下來你出現時空歪曲的機率就會越大 你在這邊5分鐘的時候 它出現的機率是10% 你在這邊待上10分鐘的時候 它出現的機率是30% 你在這邊待上15分鐘 出現的機率是50% 25分鐘出現的機率是75% 如果達到40分鐘 就一定會出現時空歪曲是100%的機率 那也就是為什麼有很多的觀眾都反映說 它很常常在20分鐘左右的時候 會出現這個時空歪曲 因為你15分鐘的時候 50% 25分鐘是75%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最右邊的這一欄 為什麼還有一個 蒂亞盧卡跟帕路奇亞的表 它最主要是在指 在遊戲組故事的後半段 在天空變成紫色的那一段時間 當玩家在那個事件當中 你在進地圖之後的5分鐘 所出現時空扭曲的機率會比較高 那你在10分鐘之後出現的機率就跟平常一樣 當玩家在等待這個時空歪曲出現的這一段時間 有一些計時上的規則需要去注意一下 首先第一件規則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你從住慶村傳送到該冒險區域 你的計時就會歸零 而且如果你當下的圖上就有時空歪曲的話 我現在又回去住慶村 再回來它就不見了 它會去重置歸零 第二點你在基地營這裡 休息改變時間也會去重置 讓計時歸零 並且你當下如果有時空歪曲的話 也會去消失 第三點你可以去注意一下 如果你在這個冒險區域冒險的一陣子 你的寶可夢殘血了受傷了 你利用這邊的休息一下下 而不去改變時間 是不會重置令計時歸零 當下有時空歪曲也不會消失 所以說大家可以放心的點選第一個 休息一下下 那第四點你需要去注意的事情是 時空歪曲它不支援獨擋 例如說我看到現場有一個時空歪曲 我現在不想要進去刷取裡面的系列寶可夢 我想要存檔下一次再來玩 你會發現你關機獨擋進來 你的時空歪曲就不見了 那第五點你需要去注意的事情 你在地圖之中有任何需要按A才能夠進去的子區域 例如像是雪風神殿 迷幻洞窟 星奇胡動 你進去再出來也會令計時歸零 讓當下的時空歪曲消失 所以你正在等待的話 不要隨意進入了洞窟 第六點呢 例如說我現在出現的時空歪曲 我仍然是可以利用減號鍵利用這邊地圖上的快速傳送 這是不會令時空歪曲消失的 也不會令你的時間計時歸零 第七點你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呢 當玩家進入到寶可夢對戰 或者是跟拉門博士對話開啟這個對話框 或者是我按下加號鍵減號鍵上下鍵去開啟這一些選單 這幾個行為都會令你的時空歪曲計時器 進入暫時計時 所以說大家不要去想說我在等這個時空歪曲的期間 我可以省時間我拿來整理倉庫 整理放牧場裡面的寶可夢 或者是我去找野賊三姐妹去對戰刷錢 這一些行為都會令你的時空歪曲的計時表 雖然說不會重置時間 但是它會令計時暫停 可是你也不用想說那無聊了 我只能夠蹲在這邊什麼事都不幹嗎 除了上述所提到那幾件行為 會令你的計時暫停以外 其他的事情就不會 你可以放心的去捕捉寶可夢 我遠遠的利用飛翼球 你也可以去探索你的地圖去挖礦啊 只要不要與寶可夢進行對戰 你的計時表就不會暫停 找尋你在地圖上的 還沒有搜尋完整的花言怪的誘惑 又或者是你開啟你的月月熊 去尋找古代詩文 這些行為都不會令你的計時器暫停 對啊 你也可以去找找未知圖騰 緊急更新 在2月18日 Anubius DataMiner發現了 有3種特殊的惡劣氣候 將會令時空歪曲不被形成 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不少的玩家 在等待了超過40分鐘以後 仍然無法在他的冒險區域出現時空歪曲 詳細的機制設定是如此的 就在數分鐘之前我們不是有提過 在一般的狀況下 系統會在每5、10、15、25、40分鐘的時候去做一次 是否形成時空歪曲的機率判定嗎? 但是假設你在指定的時間 系統判定的當下 是正處於大日照、暴風雪、大雷雨的惡劣天氣的話 系統將會強制跳過該次的時空歪曲行程 你的計時器也會重新歸零計時 說白實際一點的例子 假設我在純白動途的冒險區等待大25分鐘 當下的判定照理來說 我的地圖應該有75%的機率會出現時空歪曲 是非常高的機率 但是假設在判定的當下 我的天氣是正處於暴風雪 那很遺憾的 不管該次的紙骰子是否成功 都不會有時空歪曲的行程 而我的計時器也會歸零重算 那不過很開心的部分是 我們仍然是有方式能夠去規避 布施系統令我們的計時器歸零 方法是 每當我們進入新的冒險區域的時候 我們要自行準備一個自己的計時器 當計時器臨近50、15、25、40分鐘的 時空歪曲判定時間點的時候 特別留意當下的氣候狀況 假設我在39分鐘的時候 就剩下一分鐘就即將要判定 而當下的天氣是大雷雨 那麼我應該馬上找路上的某一隻野生寶可夢 進入對戰 大家還記得嗎? 前幾分鐘我們有說過 進入寶可夢對戰 並不會使計時器歸零 就只會令計時器暫停而已 所以在我進入寶可夢對戰以後 我的時空歪曲計時器就會暫停留在39分鐘 我不要在對戰中給予寶可夢任何指示 只需要等待當下的大雷雨天氣退去 我們可以從對戰的背景觀察天氣的狀況 當天氣變回去一般在逃離對戰 那麼我的計時器就會從39分鐘繼續開始計時 再過下一分鐘、40分鐘判定的時候 我的地圖就會100%必定會產生時空歪曲了 這個細節實在是太重要 尤其假設你正在刷取異色 時空歪曲限定了寶可夢的玩家 你只是想想看 在剛剛那個狀況 你並沒有使用這個方式規避的話 那原先你100%會出現時空歪曲的局 將會被跳過 下一個五分鐘 又再變回去只有10%的出現機率 那你若是運氣再差一點的話 甚至有可能還會去等到整整的第二輪40分鐘 效率是大打折扣的 那假設呢 那待會我們的介面上出現這個時空歪曲 它並不是通知之後馬上就會展開 你大約有五分鐘的時間可以行前準備 在這一段時間我們可以去整理腰包 整理成只留下你需要使用的道具即可 像是我這邊準備的年碗、泥碗 能夠比較高賭獲率的高級球 原因是因為在時空歪曲的寶可夢 就像剛剛大家所看到的 它預設出現的位置都會在玩家臨近的附近 預設有侵略性、有攻擊性、習性 那一些寶可夢啊 全部如果都一起向你迎面而來攻擊的話 在手忙腳亂下 你在這個切道具沒有辦法一時 切到你想要的 很容易就一個被接技 你就直接被送回去基地 那在更加穩健的話 隊伍也去納入一些比較強力的高等級寶可夢 原因是你如果在時空歪曲裡面 遇到了很稀有 你不想要錯過的 異色寶可夢 你比起在那邊跟它玩動作遊戲 翻滾、投擲、泥球 你不如就直接派上你最強力的寶可夢 跟它進入對戰 你錯過它的機會會比較少 這是一個比較穩健的捕捉方式 每一張圖的時空歪曲都有限定的寶可夢 在這個網站呢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每一張時空歪曲會出現在哪一個點位 並且這一些時空歪曲 各自會出現哪一些限定寶可夢 稀有寶可夢 我們現在在紅蓮濕地 我們先把這一些filters 只留下時空歪曲 這五個點就是時空歪曲會出現的位置 時空歪曲裡面會有兩種 一種是一般生成 它每一次都會是兩三隻一起出現 那一般生成的寶可夢列表 你去點選這個時空歪曲 例如說這個時空歪曲 你點選中間的這個圖示 網頁的頁面下面 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在這一顆時空歪曲底下 所有會出現的一般生成 寶可夢有哪一些 包含到它們的生成機率 出現的等級 頭目與否 那還有另外一種生成 叫做特殊生成 在每一個時空歪曲之中 總共會有三次的特殊生成 一次只會出現一隻 它會落單 它不會跟那兩三隻並排 那這些稀有的 限定的特殊生成 以紅蓮濕地為例 這一個時空歪曲 你去點選這四個旋風的周圍 這三個旋風 你就可以知道這邊的特殊生成 包含有哪一些 熊的比武場附近的時空歪曲 你有機會可以遇到多邊獸一家 以及低機率出現他們的頭目 試煉沙洲附近的時空歪曲 你就還有額外的機率可以去得到 火炎鼠一家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查閱 任何一個地圖之中的時空歪曲 有可能會出現的寶可夢 例如說我點選這邊的黑曜原野 黑曜原野的一般生成 時空歪曲的寶可夢 這些全部都是會在黑曜原野裡面出現的 一般生成寶可夢 那比較值得留意的部分 耿鬼 野一部 仙子一部 以及他們的頭目 那限定的呢 黑色的扭拉 以及他的進化型態 透過一樣的方式 群青海岸 一般生成的 超假狂吸 水一部 火一部 那特殊生成的寶可夢呢 值得留意到的是小瓷怪一家 尤其是小瓷怪 三合一瓷怪 你沒有辦法在洗碎地區的其他地方去找得到 塵白洞土 一般生成值得去留意到的部分 太陽一部 冰一部 特殊生成的 水水踏一家 還有巨前螳螂 看到天罐山路 一般生成的 鴨嘴炎獸 仙子一部 雷一部 特殊生成的就比較多了 頭蓋龍 盾甲龍 木木蕭一家 以及他們的頭目 時空歪曲有另外一個非常具吸引力的特點 就是吊在地板上的稀有道具 Celebrity.net 時空歪曲的網站 把它滑到下面了 我們可以看到所有我們可以在時空歪曲 地板上撿得到的稀有道具 像是可以拿來賺錢的 星沙 金珠 各式的進化知識 進化道具 你如果運氣好的話 一趟的時空歪曲探險 都可以把它們一次收集到手 還有另外一個網站也還蠻值得分享的就是這一個 它有更多的資訊你可以去叫得出來 一樣的 你想要什麼就找什麼 你先把Filters全部都關掉 我想要找幽火 你就開幽火的這個Filters 你想要找未知 你就開未知圖騰的Filters出來 你就知道未知在哪裡 想要找NPC 開NPC出來 包含到野賊三姊妹的位置也是一清二楚 那包含到古代詩文 一清二楚 我先把他關掉 登上到旁邊 都可以入口 滅 勇